歡迎來到新聞娛樂通 高大哥 高凌鋒大哥身後呢 現在家裡面上演兩出戲 一出叫做兩個爸爸 先是吳宗憲跳出來說 願意當寶弟的乾爸 接著呢這個諸葛蘭也跳出來說 他也願意當寶弟的乾爸 第二出叫做繼承者們 這個就複雜了 這個繼承者們到底哪一些人 可以繼承多少財產 到底有真的像外傳的 什麼六七千萬嗎 還是像金友莊講的七扣八扣 什麼貸款押出去 還欠他個兩三千萬呢 還有到底哪一些人 有資格可以拿這筆的遺產來分配 他說遺產要分給六個小孩 每一個真的都有道理可以拿到嗎 今天現場有專家還有好朋友 都要帶我們來看這些的問題 先來介紹今天的資深媒體人麥若瑜 憲玲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文婉 憲玲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胡紹成 大家好 律師林玲玉 大家好 憲玲老師蔡上基 憲玲好 大家好 好 我想如果要講到繼承者們 這一出文婉 我們先要搞清楚的是 繼承者們到底有沒有東西可以繼承 你還記不記得前兩天 那個曾經沛在節目上講說 那時候高大哥 需要處理一個什麼房子的問題 五千塊台幣都拿不出來 那當然這幾天 大家一定覺得說 怎麼各路人馬講的都不一樣 如果大家依稀記得的話 先開始有新聞的時候 先講說 高大哥身後只留下 三千七百萬的債務 債務 就是什麼一毛都不一樣 就是負三千七百萬 接下來又講說 高大哥有五千多萬的遺產 有六千多萬的遺產 然後小孩子開始徵產 跟這個小晶晶有裝 從負三千多萬到正六千多萬 這是一億的差別 沒錯 來回一億的差別 而且這些天呢 其實就聽到很多的聲音 包括很多網友就講說 哇 每個小孩如果這樣不要精算 平均不是有一千萬 至少分得一千萬嗎 各位其實 事實可能不是大家想的那樣 OK 那報載呢 其實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有第一個先提到就是說 這個有關靜鋼的房子 對不對 這個市值大概三千萬元 OK 靜鋼是他生前最後一棟對不對 其實這邊啦啦渣渣的寫了一堆的東西 就是靜鋼 關於房產的部分 然後再關於中國大陸 那個可能房產還有這個存款的部分 然後再來呢 就可能他的什麼投資 我們知道就是古浪雨 廈門古浪雨餐廳 投資的部分 然後再來 OK 就可能是看他的這個存款部裡面有什麼 那我這個先不要看好不好 因為真的有點複雜 那我現在就這個房地產的部分 跟大家解釋 其實高大哥如果把他所謂的 檯面上的房產 全部加起來 包括靜鋼的房子 或者是湯全的房子 我先講這兩棟房子 湯全是小金呢 那時候跟高大哥 後來兩個人開始呢 演藝事業慢慢起色了 那小金也變成大嫂團 然後開始會幫家裡面 開始貼補家用了 那時候在新店買下來的房子 那當然這個房子 絕對不可能全部 就是用全額買清 它是貸款的狀態 後來一直到大概三五年前 才又買了後面大家知道 在山上的那個所謂的別墅 靜鋼別墅 好 那這個講起來有點複雜 我先講就是說 為什麼我說沒有所謂的 五千萬也好 六千多萬的這個所謂的遺產 沒有這個數字 大若依稀記得 高大哥跟這個小金離婚之前 不是為了所謂的房子的問題 在吵鬧不休嗎 其實他們本來有 我剛剛提到的 一個是靜鋼的別墅的房子 另外一個是湯全的房子 他們當時在離婚的時候 曾經有協議 就是說小金 本來靜鋼的房子 是在小金的名下 OK 湯全是在高大哥的名下 他們簽了這個協議的時候 小金覺得說因為孩子 三個孩子一定會跟著高大哥住 湯全呢 畢竟是大廈式的房子 大樓式的房子比較小 所以呢 他呢 就是 就是主動願意讓出就是說 靜鋼的別墅 就給高大哥跟孩子住 那湯全呢 就給他來住 他跟這個 他的爸爸媽媽 金爸金媽來住 好 那這個就牽涉到所謂的 產權的轉移 好 產權轉移之後就是 靜鋼就變成高大哥的 大家這樣聽懂嗎 靜鋼變高大哥的 湯全呢 變成小金的 好 問題來了 這個一轉換之間 那時候在簽文件的時候 小金就是完全是出於信賴 我先講說這是小金的說法 他出於信賴 他可能也沒有仔細去 去調查或仔細去看說 這個房子的殘餘價值 跟他後來所認知的 比方說這個貸款 我是比方 這個貸款只剩下五百萬 是不是轉移的那一當頭 是不是一樣是這個狀態 好 可是轉了之後後來 都已經簽好文件了 名字也轉好 他才發現Oh my God 這個湯全 在這個名字轉的之前 已經又去增貸了一千七百萬 這樣欠琳妳了解嗎 一千幾百萬 那表示說 當初我所認定這個湯全的房子 可能只剩下幾百萬的貸款 他變成一個龐大的債務 所以那時候小金他傻了 他覺得被 好像被高大哥糊弄了 好 後來兩個就是爭吵不休 就小金去查靜鋼的房子 然後才發現債權人第一順位 居然不是他 OK 然後呢 所以這個這樣來來回回 大家看到的就是說 可能高大哥在之前 他們簽的離婚協定上面 如果在這個2012年年初 他們沒有把這個房子 狀況都弄好 其實高大哥是需要賠 這個小金兩千萬的 另外呢 其實他們善養費只有380萬 所以加起來才有外界看到的 可能為什麼高大哥會欠這個小金 有大概兩三千萬的債務 是這麼來的 好 所以這樣看起來 是真的沒有五六千萬 六七千萬這樣的事情 但是呢 這個金友莊有講說 怎麼現在冒出來一個助理 助理說有什麼錄音檔 怎麼樣的 只有助理知道這些事情嗎 而且還說 那個助理不過是個用人 用人憑什麼來插手我們家的家務 是這個遺產的事情 我們待會兒回來有更多的說明 好